自从范冰冰的阴阳合约卷入逃顺风波后,他已许久没有在大众面前出现,据说冯小刚也牵扯其中。 为此,昨天的7点44分钟时,冯小刚所谓自辨,澄清谣言的微包一发出,引来网友们很快点赞和分享数量达到了上万。 崔永元发文回应冯小刚了,下面是他的发文内容,据说这是某某X发的微博,用了夸张的手法,你哪有这么好,你的罪恶都在我的抽屉里,竟带手机二上映,到时配合你宣传。 冯小刚,大家都认识吧,他是中国一位有名气的大导演,他近十年以来拍摄的影视剧有几节号,唐山大地震,1942,我不是潘京脸,方华等等。 今天的11点多钟,崔永元发文回应冯小刚了,微博发着某某X,马上就禁止评论,好,你牛逼,微博是你们家的,税务是你们家的,公安是你们家的,钱是你们家的,女孩是你们家的,可惜,人心不是你们家的。 昨日光鲜只供怀念,就上面这点小波折,又引起华益兄弟股票下跌,来看看崔永元发文内容是,从股民角度讲,不可以落井下石,从某某和兄弟角度讲,真是大快人心,你牛逼,狂妄,自大,耍横,泛文,作得,老百姓不干,市场也不干。 崔永元发文一出,引来很多网友纷纷关注和评论,有人称,真是大快人心,这里我就不写评语了,大家看看下面的图片,中的部分内容就明白了,本来我也想评论几句话的,没想到今天竟然不能评论是禁用的,崔永元原来不愧为是实话实说,栏目中的优秀节目主持人,相信大家都知道崔永元的为人,他一直在传递正能量,这里就不再介绍他了。